蒸年糕 蒸馒头 一年更比一年糕 搓肉圆 煎汤圆 团团圆圆 好寓意 灌香肠 腌辣肉 欢欢喜喜 过大年 江南小镇海岛家宴 地道佳肴 年味浓 红烧桂鱼 济世老汁鸡 红烧河豚鱼 看江浙人的年夜饭 有没有你熟悉的过年味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江苏省太兴市位于长江下游北岸 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每逢过年 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喜闻乐见的民俗表演 像果树 木偶戏 还有太兴花鼓 太兴花鼓这一舞蹈用红灯作为主要道具 演员边跳边唱 气氛热烈 具有喜庆色彩 每到过年的时候 老板现在还是喜欢会看到太兴花鼓 因为有了太兴花鼓 这个年味就有了太兴味道 太兴人的年夜饭都有哪些特色呢 把葱姜过油炒之后 加入五花肉块 炒得差不多的时候 再加入老抽和水 一起焖半个小时 红得发亮的 便是红烧肉了 年年有余 年年有余 余永远是年夜饭上的主角 把鱼切段改刀 再抹上盐 腌制十分钟 油锅烧热爆香浆 加入老抽一起炖煮 最后再放入葱段和小葱 太兴人无果不成席 白果炖鸡就是最好的搭配 把鸡切成块 再和葱姜蒜一起煸炒 加入白果煮熟即可 太兴盛产香和芋 把芋头和姜蒜煸炒之后 直接用水简单地煮熟 再加入葱花 寓意吃芋头 寓好人 最后一道全家福 是把虾 木耳 白菜等混合在一起 煮出一锅热情洋溢的浓汤 随着全家福的出锅 这一大家子的年夜饭就做好了 静江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 北靠苏中平原 南与江阴阁江相貌 是南京 上海之间一座快速发展的边疆城市 有着苏中小江南之称 对于济世镇的居民们来说 过年除了热闹的腰鼓表演 还有巷子里数不清的美食小吃 最受欢迎的是下料丰富的酒窖馒头 还有当地赫赫有名的济世老汁鸡 制作老汁鸡注重汤色 更注重香味 讲究食不闻香 而制作的关键就是它浓郁的老汁 老汁的年头越久 味道就越香 它制作的老汁鸡也就越名贵 如今 传统的老汁鸡早已变换出了新品种 聪明的济世人用老汁制作老汁鸭 老汁鹅 老汁肝 老汁小肚等新菜品 常卫健是晋江市的军民 从事烹饪工作二十余年了 他们家的年夜饭基本都是由他来张罗的 常卫健说 在晋江过年 年夜饭里必不可少的就是各式鱼香 而且还要买最新鲜的 各式各样的和鲜让人眼花缭乱 常卫健还专门买了一条鸡鱼 还有一个很好的寓意 叫鸡鱼 年年都有鸡鱼 年夜饭的食材准备好了 接下来常卫健开始制作他家的江仙年夜大餐 河豚天生含有剧毒 这种危险的美食应该怎么烹饪呢 这个河豚的眼睛呢 常规来说它是有剧毒的 所以第一步就要把眼睛挑掉 然后呢 这个驴肝有多 肝呢 就在这个腹部 然后我们进刀的时候呢 刀切往上 那这样就保证肝不够 驴肝处理好后 起热锅下中油 待油温升高后放葱 姜 爆香 然后放入鱼干 用热油的高温进一步去除毒素 之后加水和料酒就可以盖上锅盖焖了 另一边清洗好的河豚同样先入油翻炒 等鱼肉变白后 加黄酒 老抽 之后加水和盐 盖上锅盖焖上约20分钟 之后放入鱼皮 在汤汁收完后 这道红烧河豚就可以出锅了 河豚肉嫩白如霜 肉味鲜美 相比而言 食鱼的制作过程就相对简单多了 这食鱼呢 就是鳞片比较肥美 含的油脂比较多 所以一般我们处理这个食鱼的时候不去鳞的 就直接跟鱼一起沿在鱼身上一起蒸 清蒸食鱼可以说是晋江当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江仙菜了 先将整条食鱼从中间切开 用清水冲洗干净放入盘中 在鱼身上均匀地撒上金盐 鸡精 摆上春笋 小葱 生姜 再撒上少许料酒就可以入锅蒸了 和许多南方城市一样 晋江过年也要讲究吃汤圆的 全家老少一起上阵包汤圆 同样为年夜饭贡献了一份力量 新鲜的食鱼蒸好出锅 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就齐全了 一顿年夜饭代表的不仅仅是各式美味 更是大家对来年的美好期盼 江苏泰州取国泰民安之意 为了准备过年 介入腊月家家户户都会进行腊味的腌制 这满院挂的都是腊肠 这边还有腊肉 是 还有一些风干鸡 咸鱼 苏北的民俗 小的时候过年 这个母亲就做一些香肠 咸鱼 咸鸡 这个是我们泰州当地的一种小的扁鱼 有远方的客人来了 我们会烧一盆这个红烧肉 烧咸鱼给客人吃 它这个咸肉带点皮呢 它会很有嚼劲 很香 没有皮的这个咸肉呢 它是没有凝魂的 姚征顺说 腌制时要注意 把盐均匀地涂抹在五花肉的表面 皮擦亮了 咸味才能入味 再把八角 花椒等配料撒在肉的表面 去咸肉 然后增加它肉的这个香味 跟这个肉一起腌制 这个肉拿出来的时候 它会有一股淡淡的这种香味 咸鸡和咸鱼的做法 与腌制五花肉配料步骤一样 把处理好的腌肉放在缸里 大约一星期左右 空出多余的水分 再拿出来风干半个月 就成了咸肉 咸鸡和咸鱼了 就觉得 哎呀 这是家里的味道 吃的不仅是家里的味道 而且是浓浓的香稠 蒸熟的香肠 自带迷人的咸香 直击你的味蕾 炖上一锅咸肉 就有了家库童年的味道 老太洲人过年时都要吃包子 涂得是个吉利 老太洲都有个习惯嘛 早晨它有个年真的做包子 放到家里 有一种隆隆的年味的这种感觉 进入腊月 各家各户就要忙活起来了 每一只包子都带着 传统手工的温度 太洲的包子馅心多变 突出主料 注重本味 最受欢迎的当属这个央草包 本地人为什么喜欢吃它 第一是粗纤维 第二它吃到嘴里的口感 它跟青菜不一样 口感它也非常甘甜 吃到嘴里的味也比较浓郁 这些羊草呢 这个是怎么处理过的吗 用水汤过冷水 剁碎以后然后加上 这个白颜色的就是蘑菇丁 放到里面 揉面 拌馅 包入馅料 捏制成形 上蒸笼七八分钟左右 热气腾腾 香气四溢的包子就出锅了 整个过程一气合成 你看这个羊草包一打开 就有一股青草的清香味 对 第一是细腻 第二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香 你看在泰州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吃上这个热气腾腾的包子 包子是圆的 代表团团圆圆 和和美美 来年真真日上 幸福美满 泰州包子让年味口齿流香 那么泰州人的年夜饭 都有哪些受欢迎的菜品呢 泰州是鱼米之香 鱼圆 鱼肚 鱼皮 虾仁 肉圆 组成了全家福的主要食材 这个菜代表全家团团圆圆 看似简单 但是非常讲究 先把鱼圆 鱼肚下锅焯水 再把蟹黄油在锅里煸炒之后 倒入各种食材一起炖煮 造成圆正圆味的 汤汁比较透实一点 再加上鞋粉的颜色 这个是比较好看的一种 因为泰州人过年 都要吃这个全家福的 生姜和葱 炝锅之后 放入鲑鱼煎一下 再放入酱油 料酒和糖 就是一道红烧鲑鱼 不过泰州年夜饭上的鱼 很多人家会做两条 吃一条 留一条 放到一只到初五 这个鱼才能吃 吃饱了一下来 对对对 年年有鱼 吃饱了一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张家港人来说 过年时节最不能少的是各式量的糕 郭鸿生 郭大爷今年60多岁 做糕已经做了40多年了 他说张家港人过年别的可以没有 糕是绝对不能省的 人说江南处处十时高 无论年节假日 婚庆桥迁 张家港人都是礼不派各式抱团的 而这大年里的糕 更是点燃了末独独的江南日子 在唐桥镇欧桥村 也有位做糕的大拿高建芬 高上顶糕就是步步糕的意思 就是大家上面再放一层糕 过年大家图的就是个好兆头 凤凰镇肖家巷的一个农家乐里 大厨就正在摆弄着一道地道的过年菜 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全家福 对对对 全家福是当地特色菜 把当下最鲜贵的食材 摆成满满一盘 象征着丰收和富足 再加上炖煮好的鲜鸡汤 鲜味更是上了一个等级 如果再加上一道 用特制酱汁煮煮了六个小时的肋排 那鲜与香就都齐活了 这是我们刚刚烧好的两道菜 然后一道是锦绣全家福 另一道菜是我们的五个城香谷 这个两道菜 我们马上要给我们村上的老人家吃 预祝来年里我们老人家 合家幸福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哦 给老人吃 难道在萧家巷里的农家乐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活动吗 从我们这边农家乐开始之后 就每年都有 像一般一些重大节日的时候 也会请老人一起吃饭 因为我们当时开农家乐的时候 大家也都非常支持 原来当初建设销家巷时 像销熊一样回乡创业的年轻人 都受到了来自村里老人们的支持和资助 老人们的团圆饭 销熊又准备了些什么呢 在做油豆腐拆肉 这个豆芽菜 我们这边叫如意菜 过年就是要 大家都要如意 这个是大扁鱼 我们这边过年就是吃扁鱼 第一呢就是年年有余 然后扁鱼嘛 是因为它比较平 比较大嘛 就是寓意就是 一年要比较平稳一点 原来 鞭鱼意味着平平稳稳 那其他的菜 是否也有类似的讲究呢 由豆腐塞肉 然后我们这边 寓意就是小金砖 就是要发财的意思 年菜上桌了 村里的老人们边吃边笑 过年了 阿姨们还开心地唱起了 河阳地区独有的 河阳山歌 感受了江苏人的年味 我们再来看看 浙江人都是怎么过年的 新城镇 位于嘉兴市的西北部 地处江南水乡 新城人过年 各种甜点糕点 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松子糖是新年里 紧俏的商品 外形像粽子 寓意甜甜蜜蜜 步步高升 还有糖糕 年糕 预示着一年比一年糕 在新城 过年还流行一样美食 那就是古法匠额 一到年根就有很多人来买 这里挺好吃的 我儿子西北中 挺喜欢这里的 过年了经常来买的 顾晓风是这家店的经营者 他告诉我们 首先在食材的选择上 传统酱额得选用 120天到150天期间的 浙东大白鹅 120天的鹅呢 它这个骨架完全成熟了 然后它这个炒腥味比较淡 然后日子再长超过150天呢 它可能会漏汁显老 口感会偏残 对于相传了几代量的古法匠额而言 仅仅选用好的食材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传统的制作工艺 老灶 铁锅 一切都显得古朴自然 红通通的酱额 周身冒着热气 闪着亮光 味觉不见被满屋的飘香所唤醒 顺利的美好愿景 在洞头本岛的最高处 有一座望海楼 每逢过年 不少人互来这里 登高远望 敲钟祈福 洞头人靠海吃海 过年的佳肴 自然少不了这海里的美味 其中有洋气菜 紫菜 这两种菜的营养价值 极高 无论是清炒 凉拌 还是做肉丸 做汤 都是年夜饭上不可缺少的美味 还有特别寓意的大黄鱼 这个是黄鱼的叫声 黄鱼在区内在一起的时候 黄鱼的叫声就这样 黄鱼身体肥美 因为其酷似金条 为了讨吉利 洞头这边有着过年时节 无黄鱼不成宴的说法 特别的铺贿 上了桌上 也特别上胆次 这个在我们农村的时候特别有面子 新鲜的食材做起来十分简单 清蒸大黄鱼可以保持鱼鲜美的原汁原味 把黄鱼收拾干净后 在鱼身上划上斜刀 倒入一点老酒和盐 再撒上几块姜片 盖上蒸笼 半个小时后新鲜的清蒸大黄鱼就做好了 冻桃过年的特色美食还有煎汤圆 将红枣 金菊干 花生都切碎 加上黑芝麻 混合在一起作为馅料 然后包在糯米面团里 然后要放在油锅里煎 煎得差不多了 再翻炒两下 出锅后再撒上红糖黑芝麻 最后的点睛纸笔是撒上桂花 这汤圆真是香气扑鼻呀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紫菜肉丸了 把从海上捞回来的新鲜紫菜洗干净后切碎 和肉馅混合到一起 放上红薯粉和马蹄粉 再放入调料 放了粉以后要时间的搓 这个转筋肥肥肥很好 搓了以后还要打 把打好的紫菜肉馅一个个捏成小团 蒸四十分钟 紫菜肉丸就做好了 既保留了紫菜的清香 又做到了油而不腻 纯吃流香 嗯 很好吃 很有咬劲 冻头人过节讲究八个冷盘 十个热菜 象征富足完满 这一桌菜里又象征着年年糕生的炒年糕 有新鲜打捞上来的梭子蟹 姜茶驱寒 汤圆香甜 自家晒得满鱼干 蘸着酱油醋吃新鲜爽口 节日的佳肴吃的是喜气 品的是幸福 浙江省朱济市北连杭州东街绍兴 朱济为古越民族聚居地之一 有着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如果说有一种年味可以代表朱济人相仇的话 那非黄山镇的藤庚莫属了 在朱济市黄山镇 一直有七月半征藤秧 冬至前后征藤庚的习俗 做藤庚时要将 做好藤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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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